欢迎收看,我是佩妮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继续讨论我们的绝对值不等式 那两个绝对值如果相加或相减的话 会对它的范围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绝对值x-2加绝对值x加3大于8 然后问你这样子解出来x的范围是什么 只要你绝对值外面没有位置数 余率建议图解 x到-3的距离跟x到2的距离 那怎么样呢,合起来超过8 合起来超过8 那于是你会发现这个图形上被这两点 我们刚刚之前讲过这是折点嘛 被它分成三段 那最后这个x到底会在哪边呢 如果x在中间的话 那它到2的距离跟到-3的距离合起来 会一直固定是5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虽然说这个不是解这一题有必要的 不过我还是这么做 我把这里就是题目问左边那个东西把它称为k 然后我跟你说 只要x在中间这一段这个k就一定会刚刚好等于5 那就不会是我们要的这个所谓的大于8了嘛 好的,那如果今天x在外面呢 如果x在这一侧 如果你已经看出来了 那我可以教你怎么看 因为这一段是5嘛 那合起来是8的话8会被这两个分担 所以一段是1.5 所以这个点是3.5 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出来的话就是设A 这个是5加A 其实设A有一个好处喔 因为你直接刚才挑说我发现这个是3.5 到底要大于还是要小于很多人会搞错喔 但是你设A的话就不会搞错 因为你把A放进去四值去想 就是说5加A再加A要大于8 你就会发现其实2A大于3嘛 A大于1.5 A大于1.5 那我的这个A是从2往右推A单位 所以其实我的x是大于3.5的 也就是说有的人他这里解出3.5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点在这边啦 会解出来是-4.5 他看到两个数字 啊 在中间 你就错了喔 那我来看如果我右边这里有一个 这段是B 那一样吼 这个是 B加5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 B加5加B会大于8 所以你一样会得到B会大于1.5 可是我现在的B是从-3往左推 所以要注意这里 x其实是小于4.5 那所以我们最后的范围 最后的答案是 -4.5 不是4.5 3.5 正3.5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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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懂吗 好的 绝对值 x-2加绝对值x加3 如果说要小于4的话呢 它是在-3跟2的距离合起来 那像我刚才讲的啊 如果这里我把它叫做K的话 中间这个K一定会等于5 右边跟左边的K都会大于5 所以要小于4办不到 所以这一题是5解 所以这一题是5解 可以吗 这样子 如果说x-2的距离跟x-3的距离 介于6到8之间呢 那我们一样很快的图解一下 x-3跟2的距离 如果合起来会怎么样 那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在中间的话 合起来一定会等于5 如果在两头合起来会超过5 那我现在要到6到8之间嘛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你抓这个6的这一点的话 它会在这里 它会因为把这两段 5a和5加a加起来 要等于6的话 其实这一段是0.5 所以这个地方是2.5 这里是-3.5 这个是 所以大于6是往2头跑 然后 小于8 那我们刚讨论过了 是1.5 也就是这里是 这个3.5 和这个是-4.5 那它现在写小于8嘛 所以小于8是往内收缩 往内收缩 又往外跑 就会夹出这一段 你可以按个暂停看一下 如果你刚刚没有自己试着做的话 最后我们的范围是-4.5 到-3.5之间 或者 2.5 到3.5之间 那么在这一集 我们要来做这个有趣的绝对实实不等式的讨论 我们要用分析法 来看一下分析法在讨论的过程中 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现象 我们呢 仍然是到2的距离 跟到-3的距离 小于7 那其实刚才已经示范过了 小于会让它的范围往内收缩 这是我们从图揭法里面去感觉 去看出来的 不讲感觉 观察出来的 但是就是说如果用分析法来写的话 会怎么讨论出这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数线被我分成-3到2嘛 对不对 然后因此被分成了三段 X大于2的时候 会让这两个刮绝对值都正 里面都正 就可以直接拆掉 X小于2的话这个就会负 但是它在 只要你的X仍然在这个的右边 它就会是正的 所以它会让这个负这个正 X小于-3的话这两个都负 OK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分析 如果X大于等于2 如果X大于等于2的话 那么原本的这个式子是 X-2加X加3 小于7 可以吗 于是你就有2X 小于6 X小于3 OK 那这里呢 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 你要去检查这个 前提 那在不等式这里 我们不是检查它 符不符合前提 而是说 它发生是建立在 这件事情的前提上嘛 所以它们两个要同时发生 才是我要的范围 所以我其实是要去取它们两个的联力 X要大于等于2 而且X又要小于3的话 那其实它最后就是 会变成 大于等于2小于3 那这个是比较单纯啦 不然的话你其实要画图去讨论 像这样子就是 这个是2 这个是3 然后小于3 空星 大于等于2 10星 联力也就是而且 要两条线都跌到 留下这个范围 又或者 X在-3到2之间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这个是绝对只拆掉要加符号 所以它会变成 -X加2加X加3 小于7 你在这里会解出一个叫做 5小于7的结果 那5小于7呢 注意喔 不是5解 它是横成立 对不对 好 这个 横成立 那所以怎么办 其实还是一样 因为 你会卡住是因为 你没有马上想到 要去 跟这个前提去做合并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呢 是有一个-3小于等于X 小于等于2 和 横成立就是说 X可以是任意实数嘛 对不对 那么合并起来最后的范围就是 X-3小于等于X-2 又或者 X-3小于等于X-3 然后 然后 所以-2X-1小于7 一向 你会得到 这个-8小于 2X 所以 X大于-4 X大于-4 这样子 那一样哦 和前提 合并 好 这个范围 那这三段我都要哦 所以它出现在图形上的时候 第一段是 是 这样 第二段是这个时星 这个也时星的 这样子 第三段是这个时星 然后到 -4以前 你会发现 接上了哦 刚好会接上 所以最后它的范围是-4到3 这样可以吗 好 好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如果是相减的 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X-3的距离 和到1的距离 如果对减的话 我一样把中间这里称作 K 那你就会发现呢 如果你的X刚刚好是1 那它到1的距离是0 去减这个 减出来是-4 因为中间这段就是4 它拿0-4 所以如果在这一点的话 开始是-4 然后呢 如果 这个 在这一点外侧的话 你会发现怎么样 只要它在1的外侧 用这一个减这个减出来 都会刚刚好就是-4 也就是说 从这一点开始的 外面的这一些 K都会是-4 然后如果今天它在这一侧的话呢 从-3这一点开始 是-4 它到1的距离是4 减到-3的距离是0 是-4 那这一点外面的点 用这一段减这一段 都会把这里消掉 都会刚好留下-4 所以从-3开始往-4的点 去减这个K出来 减出来都会是-4 可以吗 然后呢 这个 中间就会夹在-4之间 而这一题它要问的是大于1 所以我们中间讨论一个 如果这个X呢 左边-右边刚好是1的话 那这个X会是多少 一样我们把这个设A 这里是4-A 这里是4-A 那你就会得到A-4-A 结果刚好是1 我们其实应该要带着不等号算 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写等于1 应该写大于1 如果 这样子 A-4-A大于1 所以2A-4大于1 然后2A大于5 那A会大于5分之5 注意我的这个A是从-1往左边起算的 所以结果我算出来A会大于5分之5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 我得到的结果 X是 小于 这个 1再减掉2.5 是-1.5 可以吗 X小于-1.5 那 严格来说 你说到这里还不算结束哦 因为这里它是建立在什么 在 X位于 1和-3之间 的这个前提底下 所以说他们两个其实要合并 那合并之后留下来的范围是这一段 我滑在这里哦 所以我们现在取到的是这一段 可以吗 然后呢 在同样的做法 我们再挑这边 如果刚才这个设B 这个设B加4 就看你要不要写完整的算式啊 如果是选择题 你已经知道 其实这一整条都会 都会刚好等于4 所以 等于4都会大于1 所以其实这一整条都可以 所以答案就是 X会小于-1.5 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需要 写下完整的算式的话 那你就有必要在这里也写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 B加4-B 会大于1 那你就会解出 4大于1的结果 也就是说 这个B为任意值 那X也就是任意值 但是呢 他要建立在 我们在 -3的这个范围里 在-3的这个范围里 可以是任意值 比-3小的话 可以是任意值 所以 合并起来就是 X小于-3 然后这个或这一个 成立 都可以 所以 最后就会接上来 最后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这是小一副一点 那做一次给大家看他做起来是怎么样 然后 如果你可以不用写详细的答案的话 其实可以怎么样的讨论到 很重要的就是 让大家看过这个画面 知道说 相剪的话 夹在中间 会在正副式之间 在两头 一边是固定是正式 一边是 固定是副式 那我们这一集就上到这里 吧